郎平看好的副攻手,曾孤身在天津决席排球,期待奥运会。 中国女排有着强力的副攻阵容,包括袁新月,严妮,胡宁媛等。 现如今的女排正在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,郎平指导也在带领新人进行紧张的训练,曾经因伤病痛失大赛的王源源本次终于出现在了名单上,众所周知,女排的队伍中副攻这一位置竞争十分激烈,有许多小将渐渐的表现出色,但是郎平对于副攻这个位置有着很高的要求,一点不可能。 不仅要身高达标,在各个方面都要是顶级选手,而王源源恰恰满足这几点。 王源源作为中国女排的副攻候选人,也曾经在国家队训练过一段时间。 最近的集训名单中竞争还是十分激烈,不知道有没有王源源的一席之地。 王源源的父母是篮球队的专业球员,因此父母当然很希望他从事篮球职业,但是他始终热爱着排球。 十三岁时因为优秀的表现来到天津女排,身高十分突出引起教练的重视,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并且值得一提的是他小小年纪就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。 相比于同龄的选手,王源源的职业生涯并不是那么顺利,因为一直渴望着冠军,渴望能参加奥运会。 2016年他盼望着奥运会,但是因为年龄原因没有通过,当时的教练承诺,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一定会让他上场。 总而言之,王源源是郎平非常看好的一名钢球员,近期经过伤病后重新复出,状态逐渐回暖,并且还一直在为自己的冠军梦追逐着,这就是女排精神。